Hello 大家好 莎姐 其實今天已經21日 來24日還有3天 就開始疫苗通行證了 我記得今天有一個關於疫苗通行證的發佈 我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疫苗通行證在外國 加拿大、法國 即是他很喜歡的西方 已經實行了很久了 即是我們香港 以前所謂的 有國家 即是我們有中國的文化 也有西方的視野 就說吸盡兩大精華 不知為什麼呢 現在就反過來 年紀越大了 就吸盡兩大精華 的壞事 即是我們國家當然沒有壞事 就吸盡西方的壞事 即是兩邊都不學 學不好 我們那個雞的清零 動態清零 他也學不到 西方的疫苗通行證 又學不到 又遲過人 我又真是 算了 今天天氣都很冷 讓大家知道 我又撿到筍物 看到嗎 一件這樣的外套 其實今天都沒有穿什麼衣服 大家知道去年十月 在法院自殺未遂 其實之前我已經把所有衣服 冬天的衣服 所有東西都給人 所以我沒有衣服 只有很薄的風衣 其實香港沒有這麼冷 但真的沒什麼辦法 當我的手機告訴我 是七度的時候 大家知道 青衣市是七度 但我這就是青衣山頂 大哥 還要我是向西北 向西北偏小的 對不起 所以是更加冷 於是我今天 就在南風中心 大家知道南風很多東西走的 要立刻買一件外套 這件很划算 七十雞 本來我看了那些 有些百五元的 都有夾東西的 有夾個毛毛 但我覺得是比較小的 因為我本身裏面那件衣服 那件裙子 那件裙子 本身是有勇 有少許勇 所以是窄身一點 而且我嫌它蓋不到 它是短褲 我又覺得好像不是那麼… 然後走到兩間 七十雞 就馬上買了 穿了鬼都大 但我發現 這件裙子 都是差一點 我怕聽完之後 你會馬上打我 那怎麼為之差一點 這件裙子 可以蓋到膝頭左右 剛剛膝頭對上 剛剛膝頭對上一點 但我以前的裙子 是蓋到膝頭對下 一段仔 好像是很短的 類似人家的七分褲 現在就沒辦法了 膝頭對上一點 但也很溫暖 那七十雞就值得玩 我不管了 七十雞 你只要不是面頭穿的大洞 裡面穿洞 我都知道它夠溫暖就可以了 沒有辦法 天氣冷 加上下雨 所以我在荃灣那邊 就覺得很暖 是在這裏冷 其實我看到有一個新聞 就說有個人自己染疫了 但為了不想惹家人 於是就在天台的樓梯 最高層到天台的樓梯中間 露宿的 其實我自己又發覺 如果很冷血地說 以數據來說 我當然會說 喂 你在那裏也會惹到其他人 你是惹不到家 你會惹到其他人 你這麼自私 當然很冷血可以這樣說 但其實 這件事又不關他事 因為其實現在 即是 拋開了疫情 誰都有機會拿東西 但是 怎樣能夠令他得到醫治呢 這個是政府的責任來的 即是有些人說 為什麼我們這些責任 不要說別人 就是我 經常都說政府做事不力 政府做事不力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支持政府 但是你要想一下 你第幾波 你現在 陳肇始終跟我說 要收緊 即是 即是堂食 收緊一些限聚令 再收緊 就是為了我們 要幫他補充 喂 你怎樣再收緊 因為堂食 現在已經是兩至四個人 好像現在是兩個人 當然 好像說某些D類食肆 就可以四個人 但你基本上兩個人 你還想怎樣收窄 收窄變一個 還是剩下半個 你不要玩我 雖則我是幾得利益者 你最好收窄到變一個 我去酒店吃鋪飛 沒有人跟我爭 告訴你 但做人不是這樣的 你還想我怎樣收窄 收窄變一個 你是不是想餓死多少人 而這個漏洞 是政府做出來的 因為負責這些是你作主的 不是我作主的 如果我可以決策到 給不給那些病毒進來 我決策不到的 我們所有香港的人 在這裏住的人 我們只可以 決策一件事 就是跟不跟你政府做 撐不撐你政府 但問題是 很多人 像我們這一群的 我們這一群 有誰不支持政府 正如有很多人說出心聲 你要打針 我們打 你要堂食 以前兩個 四個 三個 兩個 一個 馬克敢堂食 還敢堂食 等等又怎樣怎樣 我們全部都跟著你 吃入食屎 說安心腸 我們做足了 但政府 你有沒有做足你的事呢 你有沒有檢討 你那個 外防輸入呢 如果我們香港本身是沒有的話 那你全部都是外防輸入的 你外防輸入了一斗倉鼠 所以爆了Delta群組 你不防別人 不防國泰 讓它輸入了Omicron 然後你又說 什麼 什麼 什麼又再爆了 那這些 會不會是你管治不力呢 我都看到有些就是 菲蓉 她跟其他菲蓉姐姐 一起感染到 然後染到家裡 問題是 那個有病的菲蓉 從哪裡來呢 她不會突然間 在香港就感染到的 她一定是會有些途徑的 由菲律賓請回來的時候感染了 再不是郵包過來 那你為什麼不檢測清楚一點呢 內地都有發現的 郵包上面是有病毒的 這件事不是不知道的 你有沒有檢測到 你有沒有看內地新聞 郵包上面有病毒這件事 已經不是新鮮事 簡直有些衰到 我不敢說別人是故事我們國家 簡直是裡面的文件裡面 五張有三張有病毒 送去北京 他們都要檢測的 為什麼我們國內的城市可以做到這麼好 我們香港做不到 是什麼問題呢 是人的問題 你在香港天上有個洞 那些病毒會在天上的洞掉下來 所以有時候不是說 很多人都說 我們香港做得很好 比其他世界各地 是 你看數字就是了 現在都不是啦 是不是 以前是很幸運 因為香港 雖然是國際都會 但香港的門口小 地方小 來得的東西小 所以命盡落低 但是 你現在看看 我們跑贏多少個地區 不要說跑贏中國內地 我分分鐘跑贏很多日本、韓國 以我們這樣的中招法 你重開一個比例 跑贏很多國家 真是國際都會 我昨天還是今天 看到數字 香港好像 五萬多還是六萬宗 確診感染 肯定是過五萬的 不知道五萬還是六萬 但是湖北 都是四萬八 香港現在跑贏 香港簡直是短途跑 跑贏了湖北 但是湖北幾個人口 人家用了多久才跑到這個數字 我們兩個星期就跑贏人 我們這些簡直是短跑高手 是不是應該這樣讚一下自己 我真的笑不出 還好笑到我剛才看了一些標題檔 就說議員 速加大 即ICU和隔離病房 即速加大 加多一點 我真的想一下議員 你怎麼加大 你怎麼變出來 他們說是會說 加多一些隔離病房 加多一些隔離病床 加多一些ICU病房 病床 你怎麼加 哇 你家裡只有100呎 你怎麼擺幾張床 你還是想告訴我 ICU病床是可以上下隔床 還是人家的火車上中下床 不是我看不到怎樣加大 你問一下 這些是很白癡的事情 你本身香港就已經不夠床位 撇不撇除這個疫情 香港都不夠床位 很多時候要睡冷床 所謂睡冷床就是 可能那個窩 不是有些冷床位 就在那些冷床位置 擺一些叫做 擱架病床 不是擱架 你怎麼變一些ICU病床 你怎麼變多一些隔離病房 隔離病房就不可能變的了 因為你是需要那個叫做空間 不是普通病房 就可以變出來的 你一定要需要一些 類似是消毒 或者各方面的 要做到它是負壓 等它沒有病毒的 隔離病房就很難變出來的 就算你ICU病床 你都變不出來的 我讓你變不出來的 ICU病床又如何 那你只是把其他病人 擱他出街的 是不是 屋子就這麼大了 你要擱ICU病床進來 你就要把其他病床擱出去 那你只是叫其他病人不洗衣 我真的不知道這些是什麼想頭 你不是想辦法去 如果你真的需要的 首先要安置一些 可能一些 本身是輕正的 或者是本身是 可能純粹是蹲蹬的 不是叫蹲蹬的 可能 舉個例子 它跌斷骨 跌斷腳 它打了石膏 它是要訓軟的 那它可能這些 基本上都不用怎麼動的 如果你有體育館 或者是一些學校 建成臨時醫院的 那你這些可以移過去 因為它本身 打了石膏都不會怎麼動它 都不會怎麼洗傷口 不會整個就是等它預合 就是跟著三餐位去的 那這些就移過去了 我覺得 那你才可以兇了一些位置 來做一些可能是 ICU病房 病床 或者收其他人做隔離 如果不是你哪裏 變這麼多空間 除非你告訴我 真的是玩上下輪胎床 但問題是 上下輪胎床 是對於一些身心健康 體力健康 不需要什麼的人 但他們那些 可能 病到半死 等一會兒 一會兒下來 又增加多一個急症病患者 所以有時候看起來 都很 心寒 幸好現在國家隊 快來幫忙 沒有了 其實不是說什麼 其實國家隊一早就已經準備好了 但問題是 香港政府不出聲 它怎麼下來呢 它一下來 你們那幫 豬啊狗 那幫豬啊狗 又說 武統 又說 一國兩制變了一國一制 又說 現在都有人在那裡散封說 如果真是全民檢測 檢測了一些人 如果真是有症狀的 要送回到大陸 又說送中 我真是不知道他們 這麼害怕做什麼 很多難聽說的 很多黃的 他們經常都想大陸消費 那時候 還沒封關的時候 一天就想大陸深圳打 我們打正骨 他們可能打斜骨 吃東西等等 貪便宜 就算是 那些黃人很喜歡淘寶的 你又繼續淘寶? 我真是不知道 我們香港政府可以任由 那些人在那裡不停亂宣傳 但是也沒辦法 我們自己香港政府的高官都其身不正 都不會做實事 只是叫我們這班市民去幫他們搞定 其實他們現在特首選舉退遲 不到他們不退遲 不可能的事 你現在爆到九彩 他們有些當然是嚇鬼 有個成大的教師 又說每天有機會去到六萬宗 我心想每天六萬宗 香港有多少人 大佬 你現在這樣已經存到很多了 你每天還要六萬宗 你香港就全民感染了 剛剛看到一個不幸的消息 有個十一個月大的女嬰 又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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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看到這件事 還有誰說想躺平呢 還有誰說躺平可以呢 躺平就是這樣了 你看到西方躺平 他不是沒有死到人 是只是香港不報道 他們麻木而已 他們不報道而已 不是沒有死人 你看美國死了幾多十萬人 快接近一百萬人了 我們香港是不是可以跟他們這樣瘋 他們不在乎 但是我們在乎我們身邊的人 還有有一個 好像是意大利 又是西方 他不敢說 那個國家我不記得了 但是那個報道不敢報道 他極機說法就是 經過這一輪的 疫情猶太 政府是 省了幾多幾多億 然後他說 因為老人家死了 不用養他 可以省了幾多億 他們的將來福利或者醫療 又省了幾多億 然後還有其他 需要資助他們 又省了幾多億 他們說新聞不敢報道 因為一報道了 就會變成一個社會的輿論 原來你有得的新冠 在我們躺平 就是為了要省這些 那我們香港政府是不是呢 但是我們香港政府想做大眾 又做得不夠好呢 我不知道 如果我們香港政府真的想我們 想我們這些老東西死的 那麻煩他做得好一點 就是不要兩邊扭扭靈靈 要不就索性把我們這些老東西 一個麻煩送回內地 要國家養 我們國家會養我們的老人家 你香港政府不想養 但是當然 你做得這麼壞的話 我們國家也會廢了你們這些匪官 那好吧 這次就講到這裡 我們盡力幫到身邊的人就盡幫 大家也要小心自己 因為現在天氣冷 大家要小心保亂 因為雙風感冒 跟新冠的徵狀很相似 到時候你真的雙風感冒發燒 燒到三十八度 三十七點幾度 那你還是要入醫院 到時候可能沒有新冠便會有新冠 因為大家知道現在 連醫院的醫生護士都有感染 但是 有症狀的可能他就自己搞定 知道而已 沒有症狀的 他可能繼續上班 又或者有些壞的 就算知道自己也繼續上班 而是惹人的 有些是這麼壞的 所以大家小心點 因為你不知道 你身邊會不會有些 自己有病 又去走為惹人的人 所以大家 希望大家努力 我們過到的這關 我們這麼多關都過到 黑暴都過到 放心我們這關一定過到 OK 拜拜